然后刚刚胜任我们公司喜剧领导 人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 但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心理问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成功 这是现领导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鹿 太好了啊 小慧真厉害啊 厉害厉害 什么结婚啊 离婚啊 真的是 没有必要的吧 没有想到我现在是小慧心中最佳的伴郎人选啊 马上就去赌门啊 马上去赌门啊 很开心啊 因为今天的主题呢是心理健康 哇 那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太健康了啊 而且我原来做过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口译 口译 很高级啊 就是国外的老师在那讲课 我就在旁边给他做翻译 然后我很多都不会翻 我就瞎翻 我不会了就讲自己的段子 翻完之后老师就很懵 说我记得课程里没有这么多笑点啊 我说嗯 那是你原来没有遇到我 那些学生们也很懵 说这个美国老师怎么那么多的山东自黑格 这个对 我确实在心理学方面有很多经验了 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甚至有想过要不要去做心理医生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心理医生第一条 就是要对听到的内容保密 我也太好奇了 比如有人来找我做心理咨询 他在讲到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太难忍住好奇心了 我说 哦 还有这种事 快展开说说 而且在他说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讲给谁听了 而且如果他的秘密特别精彩 一次咨询做不完 我就催他下次赶紧来 我就给他电话 什么时候来看心理医生啊 已经断根很久了 我是一个催根型的心理医生啊 而且我做不了心理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受不了别人说一堆废话 没有笑点 我会忍不住给人加梗 就是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 我说 等等 hold on 你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还没有梗 你应该在你讲到 你老公出轨了那里加个梗 比如说 幸亏我也出柜了 你这样讲的话 别人就会爱听很多 其实大家对心理医生 整体上是有抗拒的 对吧 就有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会戴上口罩 帽子 里三层 外三层 就怕被人认出来 是吧 被人认出来了 也不愿意承认 说不不不 我来医院不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我只是不愿不愿 而且 你年轻怎么这么高兴 而且 很多人心里出了问题 他不看心理医生 他觉得自己看看 心理方面的书就行 这就很荒谬 你比如说我骨折了 我不去医院 我在家里看书 能行吗 好像也行 你就读五年的书嘛 对吧 因为一般学医都需要五年嘛 五年之后 我看着自己骨折的腿 高兴地说 哎呀我来了 我知道怎么治了 我知道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 就是买个轮椅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难 因为你想象一下 你半夜里面 心里有一些问题 你都没法挂急诊 真的没法挂急诊对吧 半夜里面急诊室 一般都在排队嘛 你比如前面有一个 头破血流的大哥 你排到后面 你说大哥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有点失眠 你能不能让我先看 你看大哥会不会把你 打得头破血流 哇 哇 量感到 哇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搞喜剧的多少 都有些心理问题是吧 所以我们公司 这是一个真事 我们公司给所有的脱口院员 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但大家都不太敢去看 就怕自己心里正常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好笑了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 确实也很有用 他治愈了好几个脱口秀演员 突围赛都淘汰了 我变健康了 也变弱了 这个 其实我心里比较健康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只有一个烦恼 我就是心里太健康了 我太开心了 导致我的脱口秀没有素材 所以我就劝自己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要这么开心呢 做脱口秀演员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开心 其实现代人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大家遇到痛苦 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不要不好意思 我觉得心理疾病就跟感冒发烧一样 你一旦有了 你就去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的遭遇足够精彩 找我也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同路 谢谢 对声音 对声音 不知道 有点不知道 同路跟小朋友是什么的 哎